是一方系同學嘛 對不對 不好意思我們用 你們關一下 不好意思我們用中午時間跟大家上課 那 就 大家盡你所能的 這個 保持清醒 因為我知道大家 剛吃飽飯啦 那 就是請大家抱著這個輕鬆的心情來上課 因為我想這個是 這一 學期當中最簡單的一場課 不過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用輕鬆的態度 但是還是要醒著 就是要 介紹大家這個新的技術 也不是新的技術啦 就是專於 比較專門是兒科的部分 不知道後面同學看不看得到 會不會反光 還OK嗎 如果不清楚的話 我們再調整一下光線 今天大家 我們大概用 一個小時的時間 介紹一下這個檢查 那這個檢查在 新生兒科 就是 剛出生的小寶寶 有些小朋友會需要做到這個檢查 或者是 在小朋友在 這個嬰兒 附近的時候 大家知道嬰兒很常會 從床上疊下來嘛 爸媽就很緊張 會不會有腦出血啊 那腦出血如果要去急診 照這個電腦斷層 大家又很擔心 這個電腦斷層 會有這個放射線啊 所以 在門診啊 或是病房 在腦部超音波 其實是一個相對安全的檢查 因為它是 很多一些優點啦 它又沒有放射性 所以 我想這個 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 就算 你不是執行的人 或者是你 之後 畢業之後 跟這個檢查 不一定有 這個業務上職業關係 不過 大家之後都可能會生小孩啦 只好對 腦部超音波 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 可能可以 記得有這個檢查 那 在什麼情況之下 可能你的小孩啊 或是你的鄰居啊 或是你的朋友的小孩 有需要做這個檢查的時候 可以跟他做 初步的討論這樣子 那 我們的 這個考試題目呢 都會在 slide裡面啦 所以只要 這個 至少有拿slide 就可以去考試啦 不過 要稍微看過 那 我們大家今天會分 三個topic 跟大家 講一下這個 超音波 尤其是腦部超音波 怎麼做 那 什麼時候可以做 那 每個檢查都會有它的限制啦 所以 有些情況 可能就沒有辦法執行 或是可能 某些情況 需要用其他的檢查器來 來檢查 比較會有 範疑點這樣子 那 會最後 一個部分 會列一些 從腦部超音波 可以看到的一些疾病 的一些特徵 那 對於這個名詞 稍微 有了解 那病名的部分 可以不用記的太詳細啦 大概不會考 特別 少見的病名 大概考常見的 或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就是會變成別的顏色的字 這樣子 或者是我會講的比較久 OK 那 第一個部分就是介紹 腦部超音波 腦部超音波 其實探頭 大概比較不一樣 它大概是彎曲的 因為它要看整個曲面 那 就是說它大概會從 這個 小朋友的這個 顱骨還沒有完全長滿的時候 這個 因為骨頭沒有擋住 所以它是可以穿透的啦 或者是說 小朋友的 剛出生的時候 頭骨很大的成分 還是軟骨 所以 超音波是可以穿透 可以看到影像的 所以 通常我們要看一些 尤其是結構的部分 有時候很清楚 就可以從 腦部的超音波 看得出來 那當然這個大家很 知道啦 就是 最基本這個 這個機轉 大概就是 二十到 二十千 就是兩萬的赫子 那 當然就會比一般的 這個聲音的 還有 還有 frequency還要高 那 大概 跟一般的超音波也是一樣 大概分幾個部分 那 重點是 除了看結構 藉著由這個 這個聲波的傳遞 看結構之外 有時候還可以看 就是 你 不同的 不同的介質 它的這個 這個影像也會不一樣 那它是需要 因為它是從 人體外部做 所以 通常要 讓這個 空氣的干擾越少 越好 所以我們會 需要塗 gel 這個所有的 超音波都是一樣的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人的頭骨啦 尤其是 剛出生的小朋友 這個是側面 這個是從上面看 大家看到這個 星星的 像海星一樣的 這個 形狀 看 像這個 海星一樣的形狀 這個地方就是軟骨 剛出生的時候 是 還沒有完全癒合的 那 所以當我們的探頭 放在這邊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樣子的成像 那 當然就是 不同的探頭 這個 它可以做的 這個 比如說調遠近啊 就可以看到比較近的 這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當 大家有看到 紅色字出現 對不對 什麼樣的 小朋友 可以做超音波 第一個就是 限制 就是年齡 就是說 當你的小朋友 如果是 兩歲以上 特別是一歲半以上 大概 這個 頭骨的這個 這個 頭骨中間這個 軟骨 骨膜的部分 它就會長滿了 它就會關起來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摸到一個 凹凹的 它的 性門就關起來了 那 我們當然不是只有從 我們這邊有這個 前面叫前性門 後面有後性門 當然 只要是骨頭沒有擋住的地方 都可以做 所以從頭頂啊 從後面的縫隙 從旁邊的這個 乳骨窩 都可以做 那 重點大家還是記得 我們講第二次了 就是 18個月 也就是一歲半 以下的小朋友 才可以做 大了之後 他就癒合了 好 那第二個 就是說 在 在超音波的部分 當然 它因為是 藉由這個 呃 骨頭跟骨頭的縫 看到的區域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有一些限制 就是這邊 這個線以外的東西 都可能會看不到 它的下面的這個 這個 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扇形區 扇形區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 那越遠 當然就會越模糊 那我們大概會從幾個切面 來看腦部的構造 所以 當然要看得清楚 或是有辦法判讀 這腦部超音波 當然就是要先對大腦的結構 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然切下去 你才知道 那是什麼器官 所以 我們如果看側面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上面這個是大腦 這個是小腦 這個是腦幹的部分 前面這是腦幹的部分 那 就是說 大概會以這個底個區域 我們大概 一般我們做超音波會 大家可以看到 1 2 3 4 5 6 大概會 以這樣子的順序掃過一遍 就是 從前面可以看到這個額葉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會經過 這個 腦幹 這個 應該是說 Temporal Lobe 就是孽葉 過來是腦幹 過來是小腦的兩個切面 跟最後在 這個整頁的部分 會有幾個view這樣子 那我們分別來看 當 切到最前面的時候 當然會看到 這個 額葉的部分 額葉當然就是控制 腦部的這個認知功能 就是說 聰不聰明啊 通常是看這前面 那 它的一般的這個 實體的結構 大概是長這樣 所以 如果是從前面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額葉的這個 影像 大概是朝這樣 那 所以就是說 一般來說 在 尤其是 我們最常拿來 測量 就是缺氧的小朋友 缺氧小朋友 在額葉的地方 也會很明顯 那 爸爸媽媽如果想說 他這個 經過這個 腦部的受傷 到底對以後 智力的影響多少 部分就可以用這樣 來判斷 然後就看他 有沒有這個 缺氧的變化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個 就是 腦部結構 會 除了額葉之外 第二個部分 會照到就是 捏葉 捏葉就是控制聽力 控制聽覺 所以就是我們兩個 腦部 旁邊有兩片 就是控制 就是聽力的部分 所以 通常他的這個 影像 就會是這樣 就是 旁邊兩個 像這個 捏葉的這個結構 就會出現 那 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咖啡色 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 不知道大家的講義 可以看到 就是 腦室的部分 特別在 有一些水腦的小朋友 頭很大 越來越大 它如果這個腦室的引流 這個 這個脊髓液 沒有辦法吸收的時候 那個 它的這個腦室 就會被撐得很開 我們等一下之後 會有圖可以看 所以 第二個view 就是垂直的 從 我們大家可以摸到這個頭頂 大家都已經合起來了 就是說 原本從這個頭頂 它有一個骨縫 可以往下做 垂直來 垂直來掃的話 我們會看到區域 以結構來說 除了額葉 前面的額葉之外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這個 涅葉的部分 所以 我們要判斷 這個缺氧 涅葉旁邊也是很常見 容易缺氧的地方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這個缺氧的變化 那第三個 第三個view 漸漸的從前面往後掃 漸漸往前往後掃 第三個view就會掃到腦幹 腦幹 控制 人的這個呼吸啊 心跳啊 我們叫做生命中梳 這個地方就是腦幹的部分 所以腦幹部分在 在切面的時候 在圖上 在圖上就可以看到中間 中軸的地方 它同樣還是可以看到 旁邊的兩邊的孽葉 跟 這邊已經沒有額葉了 頂葉的部分 還有腦室 腦室就是裝 腦脊髓液的 腦室的部分 所以 包括 現在在講的是第三 第二個第三 都是來測量 就是水腦的程度 很常使用的 這個影像的切面 大概是這樣 那第四個 第四個就會漸漸往後掃 那大家看到一樣 從頭皮的這個支點 頭皮的支點往下掃 它就會開始掃到 小腦的部分 所以大家在影像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區域就是小腦部分 那小腦部分 常在 小朋友的這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 看他那邊有沒有發炎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看 尤其是腦壓很高的時候 我們會擔心腦散脫的時候 那個地方也會 這個 比較明顯 或者是說 很多這個小腦發育不全 或是那邊有一些先天異常的時候 在小腦 這個第四個view 第四個切面的時候 也會看得比較明顯 這樣子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下面小腦這個部分 那第五個 第五個部分 就是掃小腦後側 小腦後側 那小腦後側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它掃的切面就會 好 這個就是腦式 這個彎彎的 這個就是腦式 第五個view 它就會掃到腦式後面 後側的這個 後腦角這邊 所以也是一樣 評估水腦的地方 會可以看到的位置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出現紅字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慢慢往後看 大家有一個角度 可以切到這個 這個立體的概念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第六個 第六個就是掃整頁 在後面 整頁是負責人體功能的 這個視力的部分 在後面 所以我們要看 呃 就是 這個地方 大家已經沒有 大家看到已經沒有碰到 這個彎彎的這一條 就是這個 這個切面大家就 看不到腦式 不過它可以看到什麼呢 這個區域 當然也是缺氧後 腦病變 腦式周圍 有時候 呃 這個同學在這個交互片 會看到我們說 啊這個腦式周圍比較亮 或是腦式周圍有 這個訊號比較強 這個通常都是 有缺氧的變化 或是有缺血的變化的時候 會在最後一個view 第六個view出現的 所以大家這個前後的這個 這個磐狀 罐狀切面 大家也稍微對腦部 同時了解 腦部的這個解剖位置 同時了解 這個 呃 就是我們這個 腦部 這個超音波的 可以看到的成像 剛剛是從 罐狀 像帶王罐一樣 叫罐狀 罐狀切面切 那另外的方向 我們的這個探頭 轉90度之後 就會變成石狀切面 就是這樣子切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等一下切會切到什麼東西 那一樣喔 一樣我們這個 支點還是在 這個 前線門的地方 那 以這個為支點 因為只有這個地方有洞 才可以 往下照 我們大家會分 左右 左右應該是對稱的 所以我們就 呃 我們就講一邊就好了 就是中軸 啊 我們在腦室周圍 這邊有一個 一個view 然後 看到我們說 叫頂葉的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view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的這個 史狀切面 就是有 一般要看到五個 就是 左右 中間之外 一二 然後兩邊三四 會有兩邊 啊 因為 左右對稱 所以我們就講一邊就好了 那 第一個就是 中軸啦 我們就叫 中軸的部分 可以看到什麼 中軸的部分 就會我們剛剛 看到的那個 剖面圖一樣 就可以看到 明顯看到 這個小腦啊 腦幹啊 甚至可以看到這個 偏直體啊 偏直體就是 左右的 腦部相連的地方 有沒有人 兩邊是分開的 應該是沒有吧 就是我們都會 我們 這個 這個 中間連在一起的地方 是 左右交叉 筍金束 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 當 當你這個 中間這一條 像 有點像這個 彎彎的這個地方 當發育不全的時候 我們說 平脂體發育不全的時候 通常這個 這個 這個孩子的智力就會不太好 因為他兩邊的大腦 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我們在做 腦部超音波 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要看他 平脂體發育的程度怎麼樣 平脂體的 英文就是 Corpus carlosum 大家在 在這個 養液上面可以 可以看得到 所以 通常來說 我們剛剛看到 可以 聲音越來越大聲 可以看得到 中軸這樣切下去 當然就是可以看到 當然就是有 這個 前面額葉啊 頂葉啊 跟後面的這個 這個 枕葉的部分 在 那個後面靠 枕頭 枕頭的枕 枕葉的地方 還有看到小腦 可以看到腦幹 這樣子 可以看到 整個切面的過程 那下面這個是解剖圖 就是 如果把腦取出來 切面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再講 再看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小腦的形狀 有時候 小腦出血啊 或是腦幹出血啊 在 超音波下面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 前面是 耳葉啊 頂葉啊 這個枕葉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這個就是 有一個名詞 叫做 Lady in a dress 我們在做這個 正中 這個 史狀切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邊小腦啊 往上延伸這個 這個很像 很像一個 穿洋裝的女士 所以我們 這個 給她一個名字啊 我們要 確定 你這個切面有沒有偏 有沒有在正中央 你就是要看到 這個 Lady in a dress Lady in a dress 特別有這種 名稱啊 代名詞啊 就是會考 就是會 會出現在考題當中 Lady in a dress 當你看到 Lady in a dress 就知道我們在講 正中的 史狀切面 那如果 一樣喔 就是 探頭放在這邊 然後轉 一個角度的時候 我們想要看 兩邊的腦式的時候 當然就是 叫做 Parasagital Parasagital 就是 側的 側一邊的 這個 史狀切面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什麼 這個也是很重要 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 什麼呢 這個是小腦 這個是整頁 這個是前面眼睛的地方 你會看到 這邊有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這一條線 這條線叫做 Cauda Solanic Groove 它是分別 切開這個 Cauda Nucleus 跟Solamus 兩個 腦部重要器官 在 解剖面上面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地標 所以 這一條叫做 Cauda Solanic Groove 在講義上面 可以看得到 那為什麼它這麼重要呢 在 新生兒 或是早產兒 腦部出血 這個是最常見的地方 最常見 表示 最有可能考 對不對 最常見 這個很容易出題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 Cauda Solanic Groove 這邊有字 Cauda Solanic Groove 這個是 新生兒 或早產兒 腦部出血 最常見的地方 它最常見的 原因是什麼 那邊的血管最脆弱 所以當 小朋友在出生的時候 有碰到 缺氧 缺血 或是一些壓力事件的時候 或者是 產成比較長 小朋友 生很久 卡在產道裡面 很久才出來 最常出血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Cauda Solanic Groove 所以等一下 也會給大家看 這個出血的樣子 所以請大家記得 要看到最常見的 新生兒 或是早產兒 腦部出血的位置 就是在 側 死狀面 切面的 Cauda Solanic Groove 這邊 就是我 紅色標記的地方 紅色 大家記得 紅色就是會考 紅色 那 我們再如果用線來表示 這一樣是 這個 Parasagital View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個 Cauda Solanic Groove 就是分別 隔開 這個 Cauda Nucleus 跟Satomus 這兩個 重要解剖位置 這一條線 很重要 因為它的 血管 比較脆弱 遇到壓力事件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會破裂 也會出血 所以從 從這個 腦部超音部分 大家還是可以分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過了 大家可以區分 在腦部的一些重要的 不同功能的解剖位置 包括這個前面的 額葉 頂葉 Pariot Hospital 枕葉 跟Temporal 的孽葉 部分 大家說過 孽葉就是控制 聽覺 聽力 東西能不能聽得懂 Aspital 是控制眼睛 就是 視力好不好 眼睛看不看得到 就會投射在這裡 那 Pariot 通常是控制什麼 控制手腳動作 所以 大家知道 大家有聽過 腦性麻痹嗎 有嗎 對不對 腦性麻痹傷害 就傷害在這邊 所以就是 腦性麻痹 的小朋友 剛出生的時候 這邊就會很亮很亮 很白很白 就是 腦性麻痹的小朋友 因為他 他受傷 最常見的 區域 在這邊 腦性麻痹 就是受傷 缺氧 出血 在六歲之前 有曾經過 腦部傷害的 他 手腳不協調 動作不好 或是 臥床 這個就是 他的頂頁 這裡 有受傷 那 Frontal呢 Frontal就是 控制智力 控制你的認知功能 所以 很多的腦性麻痹 腦性麻痹 腦性麻痹 是不是一定 智力很差 不一定 很多腦性麻痹 也可以唸博士 可以是畫家 可以唱歌 只是他的動作不好而已 所以 腦性麻痹 不代表 就是智力不足 只是說 大家看到這個 頂頁 跟 這個 額頁 是不是很近 所以當嚴重的 這個 腦傷的時候 通常 如果這一區域 都有受傷的話 當然 受傷到 就是會肢體無力 或肢體不協調 或肢體 這個 張力很強 所以他就是 腦性麻痹 因為他很近 所以他不太可能 剛好 到這條線 就沒有受傷 他一旦有超過這條線 有影響到 額頁 就是控制智傷的部分 他就會 除了 手腳不協調之外 就會再加上 智力不足 所以很多的 你看到 有一些 腦性麻痹 或是腦上的小朋友 他就是 手腳不協調 再加上 智力不足 所以就是因為 他很近的關係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 最旁邊 看頂頁的這個 Tangental Parasagital 不過他也是一樣 兩邊是對稱的 他主要是要看 頂頁的地方有沒有被影響到 會有長什麼東西 這樣子 主要是看這個 所以 原則上 就是 做超音波 大概就是這幾個view 就是 這個 罐狀view 從前面 罐狀切面 從前面到後面 然後 這個死狀切面 從正中到最旁邊 大概 我們的超音波 一般如果看結構 通常就是這樣子 不知道 講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問題 其實很簡單 那 做超音波其實也不難 大概 這個 小科 這個 實習生就可以處理了 但是 判讀就 比較困難 判讀 要辨認哪一個 這個解剖位置的 在哪裡啊 他 判讀他影像上的變化 就會稍微比操作 單純操作還要困難一點 像這個就是看最旁邊的 OK 所以 我們剛剛 講了這麼多 這個解剖位置 目的是要告訴大家 小朋友如果腦部有問題啊 想要看結構沒有被影響到 不一定要做電腦斷層 不一定要做核磁共振 就是特別是像新生兒 新生兒出生的時候 他體溫比較不好控制 有時候你從病房要移到 這個檢查室 他感覺會室溫啊 因為溫度一直在改變 所以 所以 如果只是單純要看結構的問題 或是有沒有初學 其實超音波就可以處理了 不一定要去做 這個 風險 對這個小朋友比較 這個風險比較大 要移出 這個病房 這個動作啦 那說了 除了這個結構的部分 還有這個在腦部超音波 還可以提供什麼資訊呢 還可以提供功能性的資訊 因為 超音波 除了看影像之外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看 血流嘛 看都普勒 所以看都普勒 就可以看到血流風不風沛 所以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小朋友已經沒有心跳了 比如說你從 從這個超音波上面 可以看到血管流動 那你看到沒有東西在流 表示他也沒有心跳 廢話吧 廢話吧 這個 但是就是說 他的血流旺不旺盛 或是他的這個 灌流量 壓力夠不夠好 其實 在超音波上面也可以做一個計算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用這個 血流的通透度 或是他 灌流的好不好 來判斷 小朋友的腦壓高不高 我們很多腦部受傷 不管是水腦啊 初學啊 這些造成這個腦壓很高 腦壓很高 小朋友 通常 我們要監測 決定他要不要去開刀 決定他要不要給他一些 降腦壓藥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部分用都普勒 來做一個 蓋的 做一個指引 腦壓很高的時候 那你要的劑量就要變多啊 所以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在 這個就是可以一天做很多次 不像做這個電腦斷層 可能會累積暴露 這個放射的暴露量 就一天可以做好多次 可以來追蹤 腦壓的變化 所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這個 腦壓很高的小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 在影像上面 這個是CT啦 這不是超音波 在CT上面 看到缺氧的小朋友 大家就看到中軸啊 或是腦室周圍會特別的 訊號特別強 含水量特別多 的時候 就是會 看起來比較白 所以 在超音波上面 當然 影像上面 這個 大家的這個 左手邊這個是超音波 這邊是電腦斷層 大家可以看到 差不多 比如說這也是蠻亮的 含水量在Echo上面 看起來比較亮 表示它可能發炎的比較厲害 那你想要追蹤它的變化 想要追蹤它Series的 變好還是變差 就可以部分用 部分用都普勒來看 那當你看到波多是平平的 表示 這個血壓打不太進去 腦壓很高的時候 心臟血就打不上去的時候 它的起伏就很小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當腦壓很高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腦部的這個都普勒的 血流的變化 就一點點而已 表示它的狀況很不好 這樣子 好 所以 當一個小朋友在 這個 經歷缺氧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會用 通常就會用 都普勒來追蹤它缺氧的變化 比如說像這個 它這個 這個 收縮壓 舒張壓 收縮壓 舒張壓 這個肩隔很開 表示腦壓是OK的 那你看這個 這個收縮壓 舒張壓 它的肩隔 這個差異就很小 表示它已經打不太進去了 打不太進去 表示這個 這個圖跟上面這個圖 比較起來 下面這個圖的 這個腦壓就會比較高一點 這個缺氧後 腫起來 腦壓就會很高 這個變化 所以可以用 用Drupal來做Series的Monitor 做一個 腦壓的監測這樣子 所以 大概列出 就是說 對於一個缺氧的新生兒 用這個 腦部的這個血液罐流 用超音波來量 它其實是 可以追蹤這個 變化 這個大概知道就好了 那 現在講就是說 做超音波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很多了 做超音波的好處是什麼 尤其是我們現在超音波 大部分是 可以推來推去的 就是有輪子 所以 通常是 比較方便 它 不管是它在手術室啊 在急診啊 或是在交互病房啊 它就是 不需要 病人不需要移動 只要機器移動就好了 所以 Polupal 它也是沒有放射性 所以也是Non-Invasive 就沒有侵入性的 不像是 電腦斷層 需要 這個讓它暴露一段的 一定程度的放射量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也比較安全 安全的意思 就當然就包括 放射普魯兩根 它不需要移動 不需要移動 就風險會比較低一點 其實很多小朋友是 插管啊 血壓不穩定啊 或是 它很多 身上很多儀器的時候 它移動的時候 其實都 會很麻煩 那另外就是說 它很適於做追蹤 比如說它 如果我們都用 這個電腦斷層做追蹤的話 那可能 比如說每天都想要知道它的變化 就會每天都需要去做CT 那 可能就是 第一個健保會不給付嘛 第二個是 你的這個 要送檢查的這個團隊 你的Team就會人養馬翻 所以 如果只是要追蹤結構的話 我們做超音波 其實就 把機器推到病人旁邊 一天也可以做好多次 我們可以更精準的去追蹤它的變化 比如說 像我們說的 當它的這個都普勒 它的這個 舒張壓 跟縮縮壓 差距不是很大 所以表示什麼 腦壓很高 腦壓很高 需要高一點的 降腦壓的劑量 藥物的調整 就可以更精準 不會說 這個我們一個禮拜 只能做一次電腦斷層 那 一個禮拜才調一次藥 這樣就 對病人就比較不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Real Time 就是說 病人有變化 尤其是在家戶病房的時候 可以更精準的掌握 即時的變化 因為有時候變化 腦壓高高低低是 是瞬間的啦 所以 我們如果可以掌握 它這個即時的變化 突然變差 或突然已經有好轉 那我們對於它的處理的方式不一樣 對病人的這個照顧也會比較好一點 那 我們剛剛都講好處啦 那 那 大概知道哪些病人 可以做超音波 那接下來就要講 它在 實用上面的角色跟限制 一定 沒有一個工具是 全部都好的 所以稍微知道一下 Limitation 在嬰兒 我們剛剛說 這個腦部超音波是 幾個月以下可以做 18嘛 兩分 對 就得到 那18以下 尤其是新生兒 或者是嬰兒 通常是在這個年紀 小朋友才可以做啦 那當然更小可以做 當然更小就動越大 當然就可以做 所以通常在做這個超音波的大的 很多的族群都是在 尤其是Premature就是早產兒 特別是在30週以前的 那30週以前就 當然追蹤的目的有幾個 當然就是看腦部成熟度 我們從小 這個腦部是越來越分化 我們這個腦回啊 像那個愛因斯坦腦回很多 都是在出生之後才慢慢變得明顯的 所以你大概也可以從腦回的 這個精緻的程度 複雜的程度去看它 出生的周數 所以 就是說 在 尤其是在早產兒 第一個是 追蹤它腦部的成熟度 那第二個部分當然就是看 初學 然後 尤其是 我們說Posterior Fosa 對 小腦的地方初學的 它的 這個可以 可以觀察到的 這個 功能特別大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當然 就是 我們說腦室內的初學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什麼Groove Cauda Salami Groove 在 這個 測死狀面 會看到的這個部分 可以 做一個 即時的監測 可以做一個 篩檢的工具 看它有沒有 腦室內的初學 那另外就是看 Ventricular dilatation 意思就是說 像是 我們剛剛提到 水腦的部分 腦室的水 一直很多的時候 腦壓也會上升 所以 它也是在 Best Side 在床邊 在病人的旁邊 就馬上可以知道 有時候我們會去做 手術或者是 放水 把這個多餘的腦水 把它引流出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做一個 Real Time的監測 這個水 今天的水 比較多 明天的水 是不是有 因為你的治療而變少 你很快就會看到 不用每天都去做 電腦斷層 那 其中一個部分 Dupro 4 我們剛剛有講過了 可以追蹤功能性的變化 那另外當然 我們這個腦 超音波當然主要看結構 所以有一些先天性的變化 尤其是腦部的先天性變化 也是可以 做初步的判讀 好 好處講完當然講 Limitation 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年紀越大的時候 越接近18個月的時候 你的AF就是前性門的意思 它的Size會越來越小 因為那個骨頭會越長越滿 然後 所以它的 越接近一歲半 也就是18個月的時候 它可以做的 這個機會就越少了 它可能 超過一歲半之後 就有可能真的要做電腦斷層 或是MRI了 那 所以它的這個view 它的這個檢查的window 越小 當然 尤其是在Posterior Fossa 在 越在後面 就是小腦的地方 就會越來越不清楚 因為你的window越來越小 你的view的extension 的這個範圍就會被限制 那有些像這個細微的這個minination 就是minination就是說 腦部的神經學的 神經的細胞在分化的時候 分化的好不好 它大概用超音波大概比較沒有辦法看出來 因為它可能要用MRI 這種特別看這個tissue的 看這個軟組織的 會比較明顯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這個power就沒有辦法展現 那一樣 特別碰到一些代謝性的疾病 比如說inbone error 或者是一些這個metabolic disorder的時候 就是對腦部產生一些毒性的變化的時候 不容易從 單純從 超音波裡面看出來 因為它 並沒有這些發炎 這些代謝性的問題 並 有時候初期的時候 並沒有改變結構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結構 它可能看起來還好 但是功能上面 可能就有點不一樣 它的這個 在ct或是MRI上面 含水量的不一樣 就可能在診斷上面的power 就沒有這麼好 好 那其實我們對腦部超音波的這個了解 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放一些圖 放一些 我們在做超音波的一些 正常跟異常的圖 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要看什麼呢 當然就是我們要檢查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 特別什麼疾病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排這個檢查 不是每一個出生的小朋友都做 比如說 同學 你小時候有沒有做過腦部超音波 事實上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大部分都沒有 所以通常是有問題 有症狀 有疾病 有懷疑他有一些症狀的時候 才會做超音波 比如說 抽筋 就是不是運動腳抽筋 就是 不是運動腳抽筋 是這個 像羊巔峰一樣抽筋 尤其是小朋友 小baby也會抽筋 然後 seizure的時候 或是他出生的時候 有一些窘迫的情況 或者是 我們剛剛說過 他可以看腦部的成熟度 所以他也是可以看 這個 在preterm 就是 早產兒的這個篩檢 也是可以做 那 有些 你知道 小朋友跟媽媽 這個狀況有 有狀況 比如說媽媽生產的時候 有大出學 那媽媽大出學 小朋友還沒有出來 小朋友也會休課 因為 媽媽的血就是 小朋友的血就是媽媽給的 如果媽媽休課 小朋友當然也會休課 所以 媽媽狀況不好的時候 出生的小朋友 我們一般也會做 超音波 那 特別是頭圍 過大或過小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做 這個 超音波 就是我們剛剛說 看水腦 看他 是不是裡面有長什麼東西 那 conjunctal malformation 就是 先天有一些異常 或甚至感染的時候 也可以做 包括 腦炎啊 腦膜炎啊 這些情況也是 可以用超音波 來協助我們判讀 好 特別是像 這個 infarction infarction就是中風 中風的時候 這個是 這個是 中間這個圖 是超音波的圖 那 最右邊圖 是 這個MRI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風的情況之下 MRI 可能 這個 看起來 還好 但是在 一開始最初期的時候 其實 超音波就可以給 很明確訊號 看起來這邊比較亮 這樣 尤其是 這個血管 血管有塞住啊 或是有破裂的時候 都特別明顯 那這個是腦出血 腦出血 在超音波上面 也是可以看到 這邊白白的一片 那 做一個 MRI 或電腦斷層 也是可以看到 相對應的現象 所以 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一開始 不會直接就做電腦斷層 在懷疑有症狀的時候 我們通常在 尤其是在一歲半之前 我們會先做一個超音波 先看看能不能看得到 我們想要看的東西 所以 所以就是 它其實可以初步做一個 簡單的診斷 那我們剛剛提過 在 這個 這個 測試狀面 可以看到的 這個 intravascular hemorrhage 就是IVH 在腦室 這個黑黑的是腦室 腦室內的出血 就是這樣一坨 一坨 所以如果你去做 這個 照這個 這個CT或MRI 就會看到裡面就有血 就是 對照的圖這樣子 所以 我們大概一開始 也會用超音波去幫 懷疑有 這個IVH的小朋友做檢查 那甚至是 一整片的出血 這個是 應該是MRI MRI看到一整片的出血 或是有 類似像中風的 其實在 超音波上面 也是可以看得到 類似的痕跡 所以也是一樣 小朋友症狀的時候 因為 小朋友通常我們會 不希望它一直移動 那 這個 我們就會先用 比較 非清洗性的方式 先掃 超音波 如果真的看到有東西 再去做 更精密的檢查 它就比較值得去做 進一步的檢查 這樣 那像這個是 缺氧後變化 缺氧後變化 大概就分幾種 像比如說 中間這個中軸 像Solomus這些 重要的器官 中間 就是 動作的訊號 都要經過這邊 才可以下去 所以這邊 發炎的地方 缺氧的時候 也會像 腦性麻痺一樣 那 這個就是一連串 缺氧的變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中軸 這邊有 白白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到 在Caoda Summonate Groove 或是Solomus這邊 也會特別亮 所以 所以 部分可以用 用這個 超音波先做 第一步的診斷 這個是缺氧後變化 它在腦水腫的部分 也是一樣 腦水腫就是腦部的 含水量很高 因為它發炎 我們在局部的水分 很高的時候 在 在這個 超音波上面 也看到非常非常亮 剛剛 之前都比較黑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 整體都很亮 這也是 其中一個缺氧後的變化 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 這個大腦 實質很亮之外 小腦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 訊號很強 這樣子 那 這個 Germinal Matrix Hemorrhage 其實也是 IVH 就是 Intravascular Hemorrhage 就是腦室內出血的 另外一個 名稱 那 出血了 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看到這個 甜甜圈的樣子 原本是一坨的 很亮很亮出血 經過一段時間 它就會 Cistic Change 會好像一個 水囊 大部分 像這個 已經變成水囊 大概就是 1度到2度 比較輕的 輕度的出血 大部分對 腦部的影響 就比較少 不過 你看像這個 它這個範圍比較大 而且它 疑似血 有破到 腦室裡面 當然就是 比較 3度或 4度以上的出血 對 腦部的影響 就會比較大 而且它就比較容易塞住 像 它塞住的話就會 水 這個 脊髓液的流動 就會受影響 就有可能會 像水腦一樣會產生 像 如果我們要分 它這個IVH 我們會有 我們剛剛說 1234 Grade 1 2 3 4 12度大概是比較輕度的 大概就會看到 我們說 這個側腦實狀面 這邊有一個 卡拉大沙羅密庫 這邊就有一坨 不是很平整的 這個除血 那 久了之後就會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Systic Change 那如果 2 2就是什麼 2它就是 已經 腦室的 這個 卡拉大沙羅密庫的血 已經掉到 這個 腦室裡面去了 所以就會看到 積在 小朋友說平躺 這個是床 我就會積在最下面 所以 已經看到 血破進去的 大概就是Grade 2 Grade 2 那Grade 3是什麼 Grade 3是 它已經開始 把 腦室撐開了 就是 剛剛看到 腦室黑黑的形狀 大家再看一次2好了 2是長這樣 它的基本上還是像 星月一樣 就是 很細細的長條 但是如果到Grade 3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被撐開了 就會 開始擴張 就會 類似像水腦一樣 它就會撐開 把水腦 腦室裡面的水撐 因為它這些血塊會 擋住 這個 腦水吸收的孔道 所以撐開 那Grade 4的話 它就是 不只是 腦室裡面的出血 就是腦的實質 實質就有出血了 所以 1 2 3 4 大概是這樣分 所以 這個部分稍微會考 1是什麼 再讓大家複習一下 1 是只有 靠搭沙拉圖 跟地方會有血 2 2 2是它的血已經跑到 腦室裡面去了 從實質 跑到 像水溝一樣裡面去了 水溝裡面有東西 就是Grade 2 但是 它的水溝的形狀有沒有改變 水溝形狀 血塊 血量還不夠多的時候 沒有被改變 水溝大小被改變的時候 大概這個腦室被撐開之後 它就是Grade 3 Grade 4呢 就是 跑到水溝外面去了 跑到實質裡面就有 血 表示它是Grade 4 所以大概 在腦部超音波最常見的 我們在報告裡面 最常打的 就是 IVH 在 腦室內的出血 尤其是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早產兒 早產兒 你看它的 腦迴就沒有這麼多 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說 腦室周圍這邊也比較亮 表示它是有一些缺氧的變化 或者是血壓不太夠 有一些缺血的變化的時候 就會非常非常亮 到一個程度之後 那邊 就很像你用橡皮筋 把你的手指綁住 久了之後 手指就會掉下來 黑掉就會掉下來 所以它久了之後 如果沒有處理好 它就會開動 一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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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尤其它開動的區域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頂葉的地方 就是控制手腳 動作的地方 所以它就會變成 腦性麻痺 就是它動作就會不OK 那有些像 超音波也可以看一些 血管的異常 或者是說 你會看到 兩邊的腦勢不一樣大 叫做 Pseudocyst 它有時候 裡面不是水腦 它是一圈 很大的一個胃膜 一圈東西 通常是什麼 通常是出生 在媽媽體內的時候 媽媽有時候會 有一些垂直的感染 比如說 炮疹病毒 或者是聚細胞病毒 特別病毒的時候 就會產生 Pseudocyst Pseudocyst 像這樣子 側面看起來 就跟正面不太一樣 就是 一包一包一包 好像水泡一樣在裡面 所以 看到這樣一連串水泡 的東西 就跟剛剛的IBH不一樣 IBH就是像 甜甜圈 一圈而已 不過你看 叫 123 很多個這樣 表示它叫做 Pseudocyst 那 不一樣 我們剛剛說過 當腦部出血之後 常會塞住 腦水流動的地方 水溝會被塞住 水溝塞住的話 它就變成 水還是這麼多的時候 就會激起來 就會像這樣子 會把他的腦室 把水溝的通道撐開 甚至可能撐到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 越來越大 表示這個就叫做 水腦 小時候都罵 看起來做出一些 這個很好笑的行為 同學 你是水腦 其實不是喔 它是一個病名 這個是一個病名 就是腦部 腦部的水分 激 激起來了 當然它就會壓迫到 腦失質 小朋友可能會抽筋 甚至有可能會死亡 所以當然我們在 腦壓很高的時候 我們就會處理 就會 放一個流管 就是 開刀把 多餘的水分 放出來 這個是 這個就不是水腦了 這個是它 這個 在小腦 原本是小腦的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空腔 很大的空腔 也會影響到 腦水的流動 所以 會看起來很明顯 尤其是在小腦的位置 這個是在 冠狀面 這個是在石狀 切面的地方 就看到一個很大的 像水泡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 先天發育的異常 而且你看它的小腦 小腦幾乎不見了 被壓到最旁邊 被一個空腔佔滿 所以這個叫做 Denti-Walker Malformation 這個叫做 Posterior Fossa Chronoid System 它也是在小腦地方 長了一個水流 所以影響到小腦的發育 所以這些小朋友 有時候就會 手會 顫抖 一些小腦症狀 或是走路 會比較慢 那這個叫做 Lisen Sefali 這個Lisen Sefali 這個Lisen Sefali 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 它已經 已經到了 脫離早產的程度 但它的腦迴還是很少 幾乎沒有腦迴 所以它的 看起來這個不是水腦 它就是 牆壁後退 這個腦式的 很薄很薄很薄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這樣的小朋友一定會怎麼樣 它的 它的耳葉只剩下一點點 表示它也 智商也會受影響 它這個動作也會受影響 所以它也有 合併很多很多的症狀 很多的異常 很多的異常 那 這個是一個血管異常 Blends of Galen Anurism 有時候血管流在 腦部裡面用 超音波 就是用都普勒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剛剛說過了 就是說 有些 這個 在產中 在生產的時候 有一些垂直感染 譬如說 像這個是 聚細胞病毒感染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sudo system 就會看到這邊 一圈一圈一圈的 然後 旁邊會有一些 腦式周圍會有一些亮點 這個常 醫師國考的時候 就會常考 就是 怎麼樣 譚別是 這個 聚細胞病毒感染 就是做一個超音波 就可以知道 以上是超音波的內容 稍微再跟大家提一下重點 第一個 當然就是 考試重點就是說 超音波 什麼情況 可以做 什麼情況 要做 什麼 什麼情況不能做 當然也是一個要點 就是說 當他年紀太大 或是他的這個 服務已經關起來 就沒有辦法做這個檢查 那 這個檢查 他的功能是什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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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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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腦的結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然切下去你才知道那是什麼器官 所以我們如果看側面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上面這個是大腦 這個是小腦 這個是腦幹的部分 前面這是腦幹的部分 那就是說大概會以這個底個區域 我們大概一般我們做超音波會 大家可以看到1 2 3 4 5 6 大概會以這樣子的順序掃過一遍 就是從前面可以看到這個額葉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會經過這個腦幹 這個應該是說Temporal Lobe 就是孽葉 過來是腦幹 過來是小腦的兩個前面 跟最後在這個整頁的部分會有幾個view這樣子 那我們分別來看 當切到最前面的時候 當然會看到這個額葉的部分 額葉當然就是控制腦部的這個認知功能 就是說聰不聰明啊通常是看這前面 那它的一般的這個實體的結構 大概是長這樣 所以如果是從前面 我們的這個額葉的這個影像 大概是朝這樣 那所以就是說 一般來說 在尤其是我們最常拿來測量 就是缺氧的小朋友 缺氧小朋友在額葉的地方也會很明顯 那爸爸媽媽如果想說他這個經過這個腦部的受傷 到底對以後智力的影響多少 部分就可以用這樣來判斷了 就看他有沒有這個缺氧的變化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腦部結構會 除了額葉之外 第二個部分會造到就是孽葉 孽葉就是控制聽力啦 控制聽覺 所以就是我們兩個腦部旁邊有兩片就是控制聽力的部分 所以通常他的這個影像就會是這樣 就是旁邊兩個像這個孽葉的這個結構就會出現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咖啡色 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 不知道大家的講義可以看到 就是腦室的部分 特別在有一些水腦的小朋友 頭很大 越來越大 他如果這個腦室的引流 這個 這個集水液沒有辦法吸收的時候 那個他的這個腦室就會被撐得很開 我們等一下之後會有圖可以看 所以第二個view就是垂直的 從我們大家可以摸到這個頭頂 大家都已經合起來了 就是說原本從這個頭頂 他有一個骨縫可以往下做 垂直來掃的話 我們會看到區域 以結構來說 除了前面的額葉之外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這個 涅葉的部分 所以 我們要判斷這個缺氧 涅葉旁邊也是很常見 容易缺氧的地方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這個缺氧的變化 那第三個view 漸漸的從前面往後掃 漸漸往前往後掃 第三個view就會掃到腦幹 腦幹 控制人的這個呼吸啊 心跳啊 我們叫做生命中梳 這個地方就是腦幹的部分 所以腦幹的部分在 在切面的時候在圖上 在圖上就可以看到中間中軸的地方 那同樣還是可以看到旁邊的兩邊的孽葉 跟這邊已經沒有額葉啦 就頂葉的部分 還有腦式 腦式就是裝腦脊水液的 就是腦式的部分 所以 包括現在在講的是第三嘛 第二個第三都是來測量 就是水腦的程度 很常使用的這個影像的切面 大概是這樣 那第四個 第四個就會漸漸往後掃 那大家看到一樣從頭皮的這個支點 頭皮這個支點往下掃 它就會開始掃到小腦的部分 所以大家在影像上面可以看到 這一個區域就是小腦部分 那小腦部分常在 小朋友的這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看他那邊有沒有發炎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看 尤其是腦壓很高的時候 我們會擔心腦散脫的時候 那個地方也會 這個 這個 比較明顯 或者是說 很多這個小腦發育不全 或是那邊有一些先天異常的時候 在小腦 這個第四個view 第四個切面的時候 也會看得比較明顯 這樣子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下面小腦這個部分 那第五個 第五個部分就是掃小腦後側 小腦後側 那小腦後側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它掃的切面就會 這個就是腦式 這個彎彎的這個就是腦式 第五個view它就會掃到腦式後面 後側的這個後腦角這邊 所以也是一樣評估水腦的地方 會可以看到的位置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出現紅字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往後看 大家有一個角度 可以切到這個立體的概念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第六個 第六個就是掃整頁在後面 整頁是負責人體功能的這個視力的部分 在後面 所以我們要看 就是 這個地方大家已經沒有 大家看到已經沒有碰到 這個彎彎的這一條 就是這個切面大家就 看不到腦式 不過它可以看到什麼呢 這個區域當然也是缺氧後 腦病變 腦式周圍 有時候 這個同學在這個交互片 會看到我們說 這個腦式周圍比較亮 或是腦式周圍有 這個訊號比較強 這個通常都是 有缺氧的變化 或是有缺血的變化的時候 會在最後一個view 第六個view出現的 所以大家這個前後的這個 冠狀前面 大家也稍微對腦部 同時了解 腦部的這個解剖位置 同時了解 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 腦部 這個超音波的 可以看到的成像 剛剛是從 罐狀 像帶王罐一樣叫罐狀 罐狀切面切 另外方向 我們的這個探頭 轉90度之後 就會變成石狀切面了 就是這樣子切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等一下切會切到什麼東西 那一樣喔 一樣我們這個 支點還是在這個 前線門的地方 那 以這個為支點 因為只有這個地方有洞 才可以 往下照 我們大概會分 左右 左右應該是對稱的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講一邊就好了 就是中軸 我們在腦式周圍這邊有一個view 然後看到我們說叫頂頁的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view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的 是一方系同學嗎 對不對 不好意思我們用 你們關一下 不好意思我們用中午時間 跟大家上課 那 就 大家盡你所能的 這個 保持清醒 因為我知道大家 剛吃飽飯了 那 就是 請大家抱著這個 輕鬆的心情來上課 因為 我想這個是 這一 學期當中 最簡單的一場課 不過 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用輕鬆的態度 但是還是要醒著喔 就是要 介紹大家這個新的技術 也不是新的技術啦 就是專於 比較專門是兒科的部分 不知道後面同學 看不看得到 會不會反光 還OK嗎 如果不清楚的話 我們再調整一下光線 今天大家 我們大概用 一個小時的時間 介紹一下這個檢查 那這個檢查在 新生兒科 就是 剛出生的小BB 有些小朋友 會需要做到這個檢查 或者是 在小朋友在 這個嬰兒附近的時候 大家知道 因為很常會 從床上疊下來 嘛 爸媽就很緊張 說啊 會不會有腦出血啊 那腦出血 如果要去急診 照這個電腦斷層 大家又很擔心 這個電腦斷層 會有這個放射線啊 所以 在門診啊 或是病房 在腦部超音波 其實是一個 相對安全的檢查 因為他是 很多一些優點啦 他又沒有放射性 所以 我想這個 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 就算 你不是執行的人 或者是你 之後 畢業之後跟這個檢查 不一定有 這個業務上職業關係 不過 大家之後 都可能會生小孩啦 只好對 腦部超音波 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 可能可以 記得有這個檢查 那 在什麼情況下 可能你的小孩啊 或是你的鄰居啊 或是你的朋友的小孩 有需要做這個檢查的時候 可以跟他做 初步的討論這樣子 那 我們的 這個考試的題目呢 都會在 slide裡面啦 所以只要 這個 至少有拿slide 就可以去考試啦 不過 要稍微看過 那 我們大家今天會 分三個topic 跟大家 講一下這個 超音波 尤其是腦部超音波 怎麼做 那 什麼時候可以做 每個檢查都會有他的限制啦 所以 有些情況 可能就沒有辦法執行 或是可能 某些情況 需要用其他的檢查器來 來檢查 比較會有 翻一點這樣子 那 會最後 一個部分會 列一些 從腦部超音波 可以看到的一些疾病 的一些特徵 那 對於這個名詞 稍微 有了解 那 病名的部分 可以不用記的太詳細啦 大概不會考 特別 少見的病名 大概考常見的 或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就是會變成別的顏色的字 這樣子 或者是我會講的比較久 OK 那 第一個部分就是 介紹腦部超音波 腦部超音波 其實探頭 大概比較不一樣 它 大概是彎曲的 因為它要看整個曲面 那 就是說它大概會從 這個 小朋友的這個 顱骨還沒有完全長滿的時候 這個 因為骨頭沒有擋住 所以它是可以穿透的啦 或者是說 小朋友的 剛出生的時候 頭骨很大的成分 還是軟骨 所以 超音波是可以穿透 可以看到影像的 所以 通常我們要看一些 尤其是結構的部分 有時候很清楚 就可以從 腦部的超音波 看得出來 那當然這個大家很 知道啦 就是 它最基本這個 這個機轉 大概就是 20到 20千 就是2萬 的赫子 那 當然就會比一般的 這個聲音的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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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高 那 大概 跟一般的超音波也是一樣 大概分幾個部分 那 重點是 除了看結構 藉著由這個 這個聲波的傳遞 看結構之外 有時候還可以看 就是 你 不同的 不同的介質 它的這個 影像也會不一樣 那它是需要 因為它是從 人體外部做嘛 所以 通常要 讓這個 空氣的干擾越少 越好 所以我們會 需要塗 這個所有的超音波 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人的頭骨啦 尤其是剛出生的小朋友 這個是側面 這個是從上面看 大家看到這個星星的 像海星一樣的 這個 形狀 看像這個 海星一樣的 形狀 這個地方就是 軟骨 剛出生的時候 是還沒有完全癒合的 那 所以當我們的探頭 放在這邊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樣子的成像 那 當然就是 不同的探頭 這個 它可以做的 這個 比如說調遠近啊 就可以看到比較近的 這個東西 這樣子 所以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當 大家有看到 紅色字出現 對不對 什麼樣的 小朋友 可以做超音波 第一個就是 限制 就是年齡 就是說 當你的小朋友 如果是 兩歲以上 特別是一歲半以上 大概 這個 頭骨的這個 這個 頭骨中間這個 軟骨 骨膜的部分 長滿了 它就會關起來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摸到一個 凹凹的 它的性門就關起來了 那 我們當然不是只有從 我們這邊有這個 前面叫前性門 後面有後性門 當然 只要是骨頭沒有擋住的地方 都可以做 所以從頭頂啊 從後面的縫隙 從旁邊的這個 顱骨窩 都可以做 那 重點大家還是記得 我們講第二次了 就是18個月 也就是一歲半 以下的小朋友才可以做 大了之後 它就癒合了 那第二個 就是說 在 在超音波的部分 當然 它因為是 就是 藉由這個 骨頭跟骨頭的縫 看到的區域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有一些限制 就是這邊 這個線以外的東西 都可能會看不到 它的下面的這個 這個 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扇形區 扇形區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 那越遠當然就會越模糊 那 我們大概會從幾個切面 來看腦部的構造 所以 它不管是 它在手術室啊 在急診啊 或是在加護病房啊 它就是 不需要 病人不需要移動 只要機器移動就好了 所以 它也是沒有放射性 所以也是 沒有侵入性的 不像是 電腦斷層 需要 這個讓它暴露一段的 一定程度的放射量 那所以 因為這樣子 所以也比較安全 安全的意思 就當然就包括 放射暴露量 跟它不需要移動 不需要移動 就 風險會比較低一點 其實很多小朋友是 插管啊 血壓不穩定啊 或是 它很多 身上很多儀器的時候 它移動的時候 其實都 會很麻煩 然後 那另外就是說 它很適於 做追蹤 比如說 它 如果我們都用 這個電腦斷層 做追蹤的話 那可能 比如說 每天都想要知道它的變化 就會每天都需要去做CT 那 可能就是 第一個 健保會不給付嘛 第二個是 你的這個 要送檢查的這個團隊 你的Team就會人養馬翻 所以 如果只是 要追蹤結構的話 我們做超音波 其實就 把機器推到病人旁邊 一天也可以做好多次 我們可以更精準的 去追蹤它的變化 比如說 像我們說的 當它的這個 都普勒 它的這個 舒張壓跟縮縮壓 差距不是很大 表示什麼 腦壓很高 腦壓很高 需要高一點的 降腦壓的劑量 藥物的調整 就可以更精準 不會說 這個我們一個禮拜 只能做一次電腦斷層 那 一個禮拜才調一次藥 這樣就 對病人就比較不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real time 就是說 病人有變化 尤其是在加護病房的時候 可以更精準的掌握 即時的變化 因為有時候變化 腦壓高高低低 是 是瞬間的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掌握 它這個即時的變化 突然變差 或突然已經有好轉 那我們對於 它的處理的方式不一樣 對病人的這個 照顧也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剛剛都講好處 那 大概知道哪些病人 可以做超音波 那接下來就要講 它在 實用上面的角色跟限制 一定 沒有一個工具是 全部都好的 所以 稍微知道一下 Limitation 在嬰兒 我們剛剛說 這個 腦部超音波 是 幾個月以下可以做 18嗎 兩分 對 就得到 那18以下 尤其是新生兒 或者是嬰兒 通常是在這個年紀 小朋友才可以做 那當然更小可以做 當然更小 就動越大 當然就可以做 所以 通常 在做 這個超音波的 大的 很多的族群都是在 尤其是 primature 就是早產兒 特別是在30週以前的 那 30週以前 就 當然追蹤的目的有幾個 當然就是看 腦部成熟度 我們從小 這個 腦部是 越來越分化 我們這個腦迴啊 像那個 愛因斯坦腦迴很多 都是 在出生之後 才慢慢變得 明顯的 所以 你大概也可以從腦迴的 這個精緻的程度 複雜的程度 去看他 出生的周數 所以 就是說 在 尤其是在早產兒 第一個是 追蹤他 腦部的成熟度 那第二部分 當然就是看 初學 尤其是 我們說 posteral fossa 小腦的地方出學的 他的 這個 可以觀察到的 這個 功能特別大 那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當然就是 我們說 腦室內的出學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什麼groove cauda salami groove 然後 在 測死狀面 會看到的 這個部分 可以做一個 即時的監測 可以做一個 篩檢的工具 看他有沒有 腦室內的出學 那另外就是看 Ventricular dilatation 意思就是說 像是 我們剛剛提到 水腦的部分 腦室的水 一直很多的時候 腦壓也會上升 所以 他也是在 bed side 在床邊 在病人的旁邊 就馬上可以知道 有時候 我們會去做 手術或者是 放水 把這個多餘的腦水 把它引流出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一個 real time的監測 這個水 今天的水比較多 明天的水 是不是有因為 你的治療而變少 你很快就會看到 不用每天都去做 電腦斷層 然後 其中一個部分 Duple 4 我們剛剛有講過 可以追蹤功能性的變化 另外當然 我們這個 超音波當然 主要看結構 所以有一些先天性的變化 尤其是腦部的先天性變化 也是可以 做初步的判讀 好處講完 當然講 Limitation 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年紀越大的時候 越接近18個月的時候 你的AF就是前性門的意思 他的size會越來越小 因為那個骨頭會越長越滿 所以他的 越接近一歲半 也就是18個月的時候 他可以做的 這個機會就越少了 他可能 超過一歲半之後 就有可能真的要做電腦斷層 或是MRI了 所以他的這個view 他的這個檢查的window越小 當然 尤其是在posterior fossa 在越在後面 小腦的地方 就會越來越不清楚 因為你的window越來越小 你的view的extension 的這個 這個範圍就會被限制 那有些像這個 細微的這個Milination 就是Milination就是說 腦部的神經學 神經的細胞在分化的時候 分化的好不好 他大概用 用長一波大概 比較沒有辦法看出來 因為他 可能要用MRI 這種 特別看這個tissue的 看這個軟組織的 會比較明顯 所以 相對來說 他的這個power 就沒有辦法展現了 那一樣 特別碰到一些代謝性的疾病 比如說inbone error 或是一些這個metabolic disorder 就是對腦部 產生一些毒性的變化的時候 不容易從 單純從 超音波裡面看出來 因為他 並沒有這些發炎啊 這些代謝性的問題 並 有時候初期的時候 並沒有改變結構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結構 他可能看起來還好 但是功能上面 可能就有點不一樣 他的這個 在ct或是MRI上面 含水量的不一樣 就可能在診斷上面 的power 就沒有這麼好 這個始狀切面 就是我 一般要看到五個啦 就是 左右 中間之外 一二 然後兩邊三四 這樣 會有兩邊 因為左右對稱 所以我們就講一邊就好了 那 第一個就是 中軸啦 我們就叫mine line sagital 中軸的部分 可以看到什麼 中軸的部分 就會我們剛剛看到 那個剖面圖樣 就可以看到 明顯看到 這個小腦啊 腦幹啊 甚至可以看到這個 偏直體啊 偏直體就是 左右的腦部相連的地方 有沒有人兩邊是分開的 應該是沒有吧 就是我們都會 我們 這個 這個中間連在一起的地方 是 左右交叉 筍金束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 當 當你這個 中間這一條 像 有點像這個彎彎的 這個地方 當發育不全的時候 我們說 偏直體發育不全的時候 通常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孩子的智力就會不太好 因為他兩邊的大腦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在做 腦部超音波 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要看他 偏直體發育的程度怎麼樣 偏直體的 英文就是 Corpus carlosum 然後大家在 在這個 養役上面可以 可以看得到 所以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剛剛看到可以 聲音越來越大聲 可以看得到中軸 這樣切下去 當然就是可以看到 當然就是有 這個前面額葉啊 頂葉啊 跟後面的這個 這個枕葉的部分 在那個後面靠枕頭的枕 枕葉的地方 還有看到小腦 可以看到腦幹 這樣子 可以看得到 整個切面的過程 那下面這個是解剖圖 這是 如果把腦取出來 切面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再看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小腦的形狀 有時候 小腦出血啊 或是腦幹出血啊 在超音波下面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 前面是耳葉啊 頂葉啊 這個枕葉的部分 好 那這個地方齁 這個地方齁 這個就是 有一個名詞叫做 Lady in a dress 我們在做這個正中 正中這個 實狀切面的時候齁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邊小腦啊 往上延伸 這個 這個很像 很像一個 穿洋裝的女士 所以我們特 這個給她一個名字啊 我們要確定 你這個切面有沒有偏 有沒有在正中央 你就是要看到 這個 Lady in a dress Lady in a dress 特別有這種名稱啊 代名詞啊 就是會考啊 就是會出現在考題當中 Lady in a dress 當你看到 Lady in a dress 就知道我們在講 正中的 史狀切面 好 那如果 一樣齁 就是 探頭放在這邊 然後轉一個角度的時候 我們想要看 兩邊的腦式的時候 當然就是叫做 Parasagital Parasagital 就是側的 側一邊的這個 史狀切面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什麼 這個也是很重要 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什麼呢 這個是小腦嘛 這個是整頁嘛 這個是前面眼睛的地方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這一條線 這條線叫做 Caudal-Saramic Groove 它是分別 切開這個 Caudal Caudal Nucleus 跟Saramus 兩個 腦部重要器官 在 解剖面上面的一個 一個地標 所以 所以 這一條叫做 Caudal-Saramic Groove 在講義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為什麼它這麼重要呢 在新生兒或是早產兒 腦部出血 這個是最常見的地方 最常見 表示 最有可能考 對不對 最常見 這個很容易出題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 Caudal-Saramic Groove 這邊有字 Caudal-Saramic Groove 這個是 新生兒或早產兒 腦部出血 最常見的地方 它最常見的原因是什麼 那邊的血管最脆弱 所以當 小朋友在出生的時候 有碰到 缺氧啊 缺血啊 或是一些壓力事件的時候 或者是 產層比較長 小朋友生 生很久 卡在產道裡面 很久才出來 最常出血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Caudal-Saramic Groove 所以等一下 也會給大家看 這個 出血的樣子 所以請大家記得 要看到 最常見的 新生兒或是早產兒 腦部出血的位置 就是在 測 屎狀面 切面的 Caudal-Saramic Groove 這邊 就是我 紅色 標記的地方 紅色 大家記得 紅色 就是會烤 紅色 那我們再 如果用線來表示 這一樣是 這個 Parasagital View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Caudal-Saramic Groove 就是分別 隔開 Caudal-Nucleus 跟Saramic 這兩個 重要解剖位置 這一條線 很重要 因為它的 血管 比較脆弱 遇到壓力事件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會破裂 會出血 所以 從這個 腦部超音波 大家還是可以分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過了 大家可以區分 在腦部的一些重要的 不同功能的解剖位置 包括前面的 額葉 頂葉 parietal 整頂葉 跟Temporal 的 涅葉 部分 大家說過 涅葉就是控制 聽覺 聽力 聽不聽啊 東西能不能聽得懂 Aspital 是控制眼睛 視力好不好 眼睛看不看得到 就會投射在這裡 那 parietal 通常是控制什麼 控制手腳動作 所以 大家知道 大家有聽過 腦性麻痹嗎 有嗎 對不對 腦性麻痹傷害 就傷害在這邊 所以就是 腦性麻痹 的小朋友 剛出生的時候 這邊就會很亮很亮 很白很白 腦性麻痹的小朋友 因為他 受傷 最常見的區域 也在這邊 腦性麻痹就是受傷 缺氧出血 在六歲之前 有曾經過 腦部傷害的 他 他這個 手腳不協調啊 動作不好啊 或是臥床 這個就是 他的頂葉這裡 有受傷 那 frontal呢 frontal就是 控制智力啊 控制你的認知功能 所以 很多的 腦性麻痹 腦性麻痹 是不是一定 智力很差 不一定嘛 很多腦性麻痹 也可以念博士啊 可以是畫家 可以唱歌 什麼 只是他的動作不好 所以 腦性麻痹 不代表 就是 智力不足 只是說 大家看到這個 頂葉啊 跟 這個 額葉啊 是不是很近 所以當嚴重的 這個 腦傷的時候 通常 如果這一區域 都有受傷的話 當然 受傷到 barato就是會 肢體無力 或肢體不協調 或肢體 這個張力很強 所以他就是 腦性麻痹 因為他很近啊 所以他不太可能 剛好 到這條線就 沒有受傷 他一旦有超過這條線 有影響到 額葉 就是控制智商的部分 他就會 除了 手腳不協調之外 就會再加上 智力不足 所以很多的 你看到 有一些 腦性麻痹 或是腦上的小朋友 他就是 手腳不協調 再加上 智力不足 所以就是因為他很近的關係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 最旁邊 看頂葉的這個 Tangental Parasagital 不過他也是一樣 兩邊是對稱的 他主要是要看 頂葉的地方 有沒有被影響到 會有長什麼東西 這樣子 主要是看這個 所以 原則上 就是 做超音波 大概就是這幾個view 就是 這個 罐狀view 從前面 罐狀切面 從前面到後面 然後 這個 石狀切面 從正中到最旁邊 大概 我們的超音波 一般如果看結構 通常就是這樣子 不知道 講到這邊 大家沒有問題 其實很簡單 那 做超音波其實也不難 大概 這個 小科 這個 實習生就可以處理了 但是 判讀就 比較困難 判讀 要辨認哪一個 這個解剖位置的 在哪裡啊 他 判讀他影像上的變化 就會 稍微 比操作 單純操作 還要困難一點 像這個就是看最旁邊的 OK 所以 我們剛剛 講了這麼多 這個解剖位置 目的是要告訴大家 小朋友如果腦部有問題 想要看結構沒有被影響到 不一定要做電腦斷層啊 不一定要做 核磁共振啊 啊 就是特別是像新生兒 新生兒出生的時候 他 體溫比較不好控制 有時候你 從病房要移到 這個 檢查室 他感覺會失溫啊 因為溫度一直在改變 所以 所以 如果只是單純要看結構的問題 或是有沒有初學 其實超音波就可以處理了 不一定要去做 這個 風險 對這個小朋友比較 這個風險比較大 移出 這個病房 這個動作 那說了 除了這個結構的部分 還有這個 在腦部超音波 還可以提供什麼資訊呢 還可以提供 功能性的資訊 因為 呃 超音波 除了看影像之外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看 血流嘛 看都普勒 所以看都普勒 就可以看到血流 封部封配 所以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小朋友已經沒有心跳了 齁 比如說你從 從這個超音波上面可以看到血管流動 齁 你看到沒有東西在流 所以他也沒有心跳 齁 廢話吧 齁 但是就是說 他的血流旺不旺盛 或是他的 這個 灌流量 壓力夠不夠好 其實 呃 在超音波上面也可以做一個計算 齁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用這個血流的通透度 或是他 換流的好不好 來判斷 小朋友的腦壓高不高 我們很多腦部受傷 齁 不管是水腦啊 初學啊 齁 這些造成這個腦壓很高 齁 腦壓很高 齁 小朋友通常 我們要監測 決定他要不要去開刀 決定他要不要給他一些降 腦壓藥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部分用都普勒來做一個 蓋的 齁 齁 做一個指引齁齁 腦壓很高的時候 那你要的劑量就要變多啊 齁 所以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 在這個 就是可以一天做很多次齁 齁 不像 做這個電腦斷層 可能會累積暴露 這個放射的暴露量齁齁 就一天可以做好多次 可以來追蹤 腦壓的變化 齁 所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齁 齁 如果是這個 腦壓很高的小朋友齁 齁 大家可以看到 在影像上面 呃 這個是CT啦 這不是超音波齁 在CT上面看到缺氧小朋友 大概就看到中軸啊 或是腦室周圍會特別的 訊號特別強 含水量會特別多 的時候就是會 看起來比較白 齁 所以 在超音波上面 當然 影像上面 這個 呃 大家的這個 左手邊這個是超音波 這邊是電腦斷層 大概可以看到 差不多齁 比如說這也是蠻亮的齁 含水量在Echo上面 看起來比較亮 表示它可能發炎的比較厲害 那你想要追蹤它的變化 想要追蹤它Series的 呃 變好還是變差啊 齁 就可以部分用 部分用Double的來看 齁 那當你看到波多是平平的齁 表示 這個 血壓打不太進去齁 因為腦壓很高的時候 你的心臟就 血就打不上去的時候 它的伏 起伏就很小 齁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當腦壓很高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腦部的這個都普勒的 血流的變化 就一點點而已 齁 這表示它的狀況很不好 這樣子齁 齁 所以 當一個小朋友在 這個 精力缺氧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會用 都普勒來追蹤 它缺氧的變化 齁 比如說像這個 它這個 這個收縮壓 舒張壓 收縮壓 舒張壓 這個間隔很開 表示腦壓是OK的齁 那你看這個 舒張壓 這個收縮壓 舒張壓 它的間隔 這個差異就很小 表示 它已經打不太進去了齁 打不太進去 表示這個 這個圖跟上面這個圖 比較起來 下面這個圖的 比較高一點齁 這個缺氧後 腫起來齁 腦壓就會很高 這個變化 所以可以用 用Drupal來做Series的Monitor 做一個 腦壓的監測這樣子齁 所以 呃 大概列出齁 就是說 呃 對於一個缺氧的新生兒齁 用這個 呃 腦部的這個血液罐流 用超音波來量齁 它其實是 可以追蹤這個 變化 齁 這個大概知道就好 齁 那 現在講就是說 做超音波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很多了齁 做超音波的好處是什麼齁 尤其是我們現在超音波 大部分是 可以推來推去的 齁 就是有輪子 所以 通常是 比較方便齁 它